这句话来形容国民党立委汪小林 再适合也不过了 汪小林上任立委不过满月 但他创造出来的金句不断 注意哦 这个金是金下人的金 汪小林上任之初就抛出 立法院拥有对行政官员的任免权 马上被法界人士打脸 说他完全不懂宪法运作的原则 昨天在质询台上 汪小林更是语出惊人 他说质询是上对下的关系 而且看守内阁就不能够勇于认识 这样的主张真是荒天下之大妙 国民党所提名的汪小林是法学博士 但我倒想问问 他读的宪法到底是哪一个版本 不要为了意识形态 不要为了政党的利益 就把专业丢到垃圾桶 任何一个国会议员的问证 会被直播传散出来 也会被历史所记录 汪小林昨天傲慢的态度 不让官员答询的态度 国民党要推藐视国会罪 请问这是不是要先来做到 不要藐视官员呢 所以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也好 或是区域立委 在刚上路不久的总质询当中 就已经曝露了专业性不足 问证是荒腔走板 这样一个负面形象 请问要大推国会扩权的国民党 应当要三思而后行 应当要自重而自律 就这样一个负面形象 向上上达的国民党